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8月25号礼拜五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昨天 日本开始将核处理水排放出海 刺激大陆多个省市的民众 牵起盲腸炎的热潮 很多超市原本供应充足的食用炎 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货架已经是一掃而空 即使在线上的电商平台 食用炎也是卖断市 纵研官媒引述专家指出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炎 是采用井矿炎 而且储备充足 呼吁民众无需担心 不必跟风抢炎 但是亦都是无外民众抢炎的热情 有原子能专家就在微博向网民解释 不需要过度担心核废水的问题 但是就被小粉红指责他是汉奸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就声称 他将会在这个月底访问福岛院 品尝当地捕获回来的鱼 以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出对日本的支持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议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这一节 就预备了有不少的图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首先就是大陆媒体 《终身经委》的报道 那些超市的售货员 就说到要补货 而且补了不下十次 就是很多人在那里抢了 所以这就不是什么造谣 或者是假的 很多省市都有份来抢 包括澳门特区的人都去抢 不知为什么 好了 《终身经委》的报道就说 受到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出海的消息影响 北京、上海、福州等地都出现了市民抢炎的现象 其实不止的 南京也有 扬州也有 其实很多省市都有 广东也有 根本上就是 他就提述到这个所谓核污染水 日本驻华大使馆就说得很清晰 他们就敦促大陆 你不要经常口口声声说这个叫做核污染水 人家那些就叫做核处理水 或者叫做ALPS处理水 因为一说到核污染水的时候 哇 整个观感就极度负面了 哇 你那些水受到核污染了 这样 那当然大陆方面就惯他都傻了 他继续用这个这样的词语了 好了 原本供应充足的食用盐 短短一个钟头之内就缺货了 很多超市的线上平台都是一样 线下的货架也是抢到无论的 好了 昨天这一件事就在微信的群组里面 就说得非常热闹了 这个就是其中一张的截图 有个人就说 食用盐其实就跟韩国不同的 主要都是来自井盐 不会涉及到污染区域 居民就不用过度团盐 这个人其实就很理性的 他就叫你那帮人 喂 不需要去盲腸了 好了 第二个人就回应他了 现在要去抢盐了 哈哈哈哈 就是他都不看别人的信息的 好了 第三个人就说 多谢提醒 现在要忙去多些团盐了 哈哈哈哈 就是他这个多谢提醒呢 其实就回应 第二个人 就不是回应这个 别人叫他 不要过度团盐 这个才是真正的提醒 这个才是理性嘛 他不是的 他不看这个 他就看这个 要去抢盐了 多谢提醒 大家一起去 这个就另一个 叫折图 哎呀 我买了80包盐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 真是 他说网上又要开始团盐了 好了 看一下呢 超市货架的情况 哇 一路抢一路抢 这些呢 抢到那些包装 掉了那些盐碎出来 好了 这几个大妈 去超市那里抢 哇 真是开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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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抢到 哇 一手盐啊 啊 半打到 哇 这个更厉害 啊 那 笑组颜开啊 啊 你说多开心呢 抢到那些盐回去啊 好像撿到宝一样 啊 啊 啊 接着再看了 这个是南京的 啊 哇 空空如也 整个货架里面 没有了 啊 剩下这些 比较贵的 啊 那个女士呢 就看看她 到底什么成分先 这个产地来自哪里 哇 这个很厉害的 这个大妈 好事成伤 她拿够一伤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成伤禮啊 哎 嘿 今次呢 有盐吃了 啊 可以吃很久了 这一箱啊 啊 今天 这个呢 就是 啊 折徒 小红书的 是不是上海人民 都在抢着盐呢 这样 啊 他就去这个客马 客马 就买 菜 啊 准备呢 晚上吃海鲜的 哇 一看到海盐 抢光了 啊 啊 好了 接着这个呢 夸张啊 在朋友圈开团 就是他们团购的 大陆很流行的 哈 团购300件 一件40代 一袋500克的盐 十分钟就卖完了 啊 我们看看那些线上平台 怎么样了 啊 啊 这个呢 就已经付款了 啊 在淘宝那里买 月盐 啊 食用盐 实付款多少呢 十万零七千几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买十万元 这个东方海盐 官方旗艦店 成交金额 一千三百万 哈哈哈哈 哇 这样来到去刺激内需 是好东西啊 啊 那些人不愿消费 一会儿又说痛熟 不要紧 一个个出来 买盐啊 我猜昨天大陆买盐啊 是以亿元来到去计算 一间这些旗舰店都买千几万啊 大哥 啊 你昨天那个食盐的成交额不过五亿了 啊 都奇啊 真的 好了 这一间又怎样呢 更厉害 终研调味品旗舰店 成交金额两千万 哈哈哈哈 一日卖到两千万 啊 好日都不发市 啊 一发市呢 够吃 几个月 啊 好了 实情那些人 为什么说要走去盲腸盐呢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不同 2011年那次的了 那次盲腸盐就说 惊着复射嘛 今次呢 他们就说 担心呢 日本核废水排出海以后啊 到时呢 那些新制造出来的海盐呢 就会被污染了 这样 这个呢 就是那些 盲腸盐的民众那个心声啊 就是担心你复岛 不断排那些所谓的核污水 排出海 哇 这样 遲些那些盐就有很多 辐射咯 就是那些人现在的担心就是这件事 实际上呢 这帮人是多鬼愚的 为什么呢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朱晨就说 根本上呢 井矿盐啊 是由这个内陆的水体沉积而成的 是不会受到影响 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用盐呢 都是属于井矿盐 井矿盐相对这个海盐来说呢 提纯的成本是低 而且呢 又更加优质 啊 那好了 中国盐业协会负责人 怎样说呢 他就说中国生产的食用盐 大概有三种 一个呢 就海盐 就占了百分之二二 井矿盐 刚才提到的 六成一 胡盐 百分之十七 所以呢 其实井矿盐呢 就占了最多的 就算有些油 啊 他真是船头惊鬼 船尾惊贋 那些蛇龙佬 啊 又说怕着生癌又成了 你只要看下 那包盐的包装上面 如果他写着井矿盐的 其实就不需要说过度担心的了 啊 那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教授 张金梁就说 他不建议呢 就去团盐的 因为你团多少 你都不够用一世的了 那他就说得对啊 你现在说担心这样担心那样 实情的 那些食盐都是有保质期的而已 你现在说去买 你买了多少呢 是不是啊 你等到过期你吃不完 有什么用呢 好了 到时你要再买的 再补货的 那不一样是 是新生产出来的 食盐来的 那你到时怎样 难道一世都不吃啊 所以这些人就叫做 几人休天多鬼余 上次都已经是12年前 2011年那剂都试过 盲腸盐的 都没有学正道 没有进步的 所以是 这个张金梁教授还说 日本排放核污水啊 是有控制的排放的 不是无罪排放 经过了这个阳流 和各方面的扩散 到时那些浓度就会进一步稀释了 所以他其实都是派定深远 告诉那些人 你抢什么鬼啊 不理性的 好了 昨天呢 这个前立法会议员陈婉贺 就在AM730那个专栏那里写了一篇文章 社会上有些声音 就一疑啊 特区政府那些什么禁令 禁止日本十个都元的水产品进口 是不科学啊 怎么样 那 陈婉贺啊 咸泽呢 他就反驳了 他说 喂 你说那些禁令不科学又没有理据啊 那如果你认为核废水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日本不留作自用呢 为什么不用来灌溉 不用来饮用呢 又或者用来供应泳池畅泳呢 这件事情我就回答你了 咸泽 为什么不可以用来灌溉 不可以用来饮用呢 喂 你有没有理解过究竟那些核废水 其实是什么水来的呢 那些是海水呢 咸泽水来的 咸泽 你会不会拿咸泽水来灌溉呢 你会不会拿咸泽水来喝用呢 请问是 所以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蓝丝经常叫人家 喂 你这么不怕了 是不是 你这么有信心了 你不如去喝那些核废水吧 不行的 不是因为怕着说他有村或者有什么 而是喝咸泽水会死人的 喝得多 所以 没有知识是很惨的 你只是跟一帮这样的人走去讨论呢 其实也是浪费时间 喂 大哥 你有没有了解过的 那些不是淡水呢 咸泽水来的咸泽水来灌溉死的哦 那一棵东西是 拿来饮的人都死的哦 泳池 泳池拿咸泽水去沙滩才咸泽的嘛 是不是先啊 哎 真的 好了 接着他又说 我想问 经典可信吗 欧美可信吗 啊 那整个检测有第三方监测啦 啊 就是说到尾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所谓信任的问题 这个又不信 那个又不信 啊 总之呢 国际原子能机构告诉你听 符合准则的 他都说不信 什么都不信 啊 那我就留意到呢 昨天啊 在微博上面 那有一篇文章呢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科普的 那在短短三个钟头之内呢 已经啊 是有超过三百万次的阅读的了 那后来呢 这篇文章就是遭到下架了 那便连发布这一条帖文的 啊 那个博主呢 其实也是遭到了禁言的 那但是 就是逢亲这些这样的文章 一定就是会传到去外网那些呢 是有个backup的 那我们看一下那篇文章 其实也是 解答得到啊 咸张他那个的 疑问的 啊 就是他说 是不是可信的呢 这样 是不是可以用来饮用的呢 啊 就是人类啊 好了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了 他就说 哇 哇 很多读者对日本人的可信度呢 是不放心的 就是 嫌姐那类就是了 哇 我不信你 是不是日本可信的吗 这样 有些的 大陆人就说了 哎 既然间你讲得这么好听 啊 但是我要怎么信你呢 那一个人呢 就姓李的 自称老李 啊 那他就回答了 啊 你呢 就不需要说信任日本人的 你只需要信什么呢 就信任这个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因为呢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专门为了监督福岛 排放 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观察团 在团园里面啊 除了是有其他国家的专家以外呢 特意呢 还包括了一名中国专家 和一名韩国专家在里面 中韩两国的专家 就绝对不会说准许日本政府蒙运过关 或者搞任何的欺骗的 好了 在那些核处理水排放之前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是从废水当中取养 送往各国的实验室进行独立测试 测试结果呢 也都放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官网上边 你是不放心的 就可以自己来到去查阅 说得很清楚了 别人这个就是科学求真咯 是不是先啊 没有人叫你信日本仔啊 大哥 你不信他不要紧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 你都有放人进去的 如果你说日本出笼的 哇 他在里面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有些花神在搞的 闷闷得过中国专家和韩国专家的发眼 你不需要信他 你信韩国专家和中国专家 韩国你不信 信中国那个专家 他有没有察觉到什么的异样 有没有 如果有他一定要如实回报的 是不是先 他不会或者去帮日本政府的嘛 啊 有没有先 好了 而且 废水的取养 是送到去各国的实验室进行发炎的 就是说根本上呢 就有在那里采养 然后呢 有送到去中国 有送到去韩国的实验室 都有做发炎的 结果摆在官网 那些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出现了什么重大的问题 如果有的 你就摊开些数据出来说 哇 你骗人啊 你又说 几多个赵贝克 几多什么什么 哇 原来找老衬的 那你就拿个数据出来 扔他咯 有没有先 你这样才是科学嘛 这样才是理性的 是不是 不是吧 我一样不信 不信 这些根本上呢 就是非理性的 喂 没有人叫你信他 我也不信他 我信数据而已 是不是 这么多个专家 喂 你国际原子能机构 13个指定理事国 除了中英美法俄之外 还有德国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西班牙 亚根廷 还有这个印度 和南非 这么多个国家一起 监测着这件事 那你又有派专家 进去这个特别观察团里面的 又有采样的 有没有东西出现过呢 是不是 如果有的 你就拿些数据出来 好了 那篇文章其实很值得看的 首先要解释核废水和冷却水有什么区别呢 核废水就是经过堆深的一级冷却水 现在福岛那些就是了 福岛那些就是为之一级的冷却水 和二级冷却水是不同的 二级冷却水就是一般正常运作的那些核电站 那些为之二级 可以直接向大海排放的 因为那些冷却水是没有经过堆深的 但是里面也有微量的放射性 一样是会有穿 一样有的 二级那些 现在大碍湾那些就是二级冷却水那些为之 没有经过堆深的 那一级的冷却水 就是原本福岛那些 但是它就不是直接排放出去的 那一级的冷却水那怎么做呢 就经过了过滤以后 再排放出海 先放入灌中沉淀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再经过专门研制过架过滤系统来做过滤 将除了穿以外的放射性物质过滤出去 穿没办法完全过滤得到的 所以是会有残留 那这个无论是一级二级的冷却水都有穿的了 因此过滤以后的福岛核废水 其实就跟正常的二级冷却水一样 里面的放射性物质主要就是穿 那其实这个专家所做的科普 就比起特区政府那些官员 所做的解说是清楚很多的 昨天那些官员开记者会 走去解释说 为什么要禁日本的水产进口的时候 那些记者问到他 他就一尾识一答什么呢 就说正常运作的核电厂 所排出来的那些废水 就跟福岛那些是不同的 那有何不同之处 就是一级二级的分别 而他一级的冷却水 他是有经过了沉淀 然后再过滤的 你都解说不到这件事 现在福岛排出海的不是一级的了 是二级的了 就理论上是等同于正常运作底下那些核电厂 排放出海的废水 如果不是国际原子人机构 就不会准许他排出海了 好了 我们再看了 第三 就是你要看那个年排放量 你都去做比较 目前福岛全部村的含量 就不到900兆备克 这个就等同于那个单位来的了 好了 每年就不到30兆备克 其实就23的人 定了一个上限是 好了 我们再看了 这张图 就是由日本驻华大使馆 在Twitter上发布的 好了 别人就说你了 你这个阳光是112 宁德是1802 秦山是218 红圆河是90 那他福岛就说要22 好了 这张图片 在Twitter上有一个网红 叫做李老师 他发布出来的 那这张图片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排放的 那个村的上限 那现在主要是说村 别人定了一个上限是什么呢 日本那些是废水 是22 大家看到不看到22 宁德是多少呢 上限175 实际的排放102 你实际的排放102 就已经是多过日本的上限 已经是四倍五倍了 别人定了一个上限是22 你现在实际的排放102 对不对啊 而且你国内的总和是多少呢 1113.5 还有什么好说呢 就算是坦14 别人的上限是2.75 你实际的排放也31 总和就是全国282.6 那这些数据为什么不拿出来讨论一下呢 你一样大哭十 不信不信 就是数珠情绪 其实根本上都没有接触到那个问题 是吧 如果你说日本那些核废水 是很毒啊 很污染啊 又成的 那大陆那些核电厂排放出来的核废水 那些叫做二级的冷却水 那又如何呢 原来你被人看到那个 村的实际排放 是比起他排出来的核废水 比起他排出来的核废水 现在的数据就是这样 除非你说这些数据是假的 那你再颁布一些出来 这些人是你自己发布的 这些人是没理由去骂的 是不是呢 你如果说日本排出去的那些是很毒的 那大陆那些核电厂排出来的那些又如何呢 是不是 那些人如果说怕吃日本鱼山的 那大陆那些 沿海的海产 他又吃不吃呢 那你要理性点讨论问题 但是现在呢 这些在支付网上就全部被删除了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要看的 就是排放密度 那他就说了 如果你排放密度超标的话 搞到排放区都未来得及稀息 那那些放射性是会超标 是不是 那游过这个区域的鱼 便会被污染 因此 其实在废水排放之前 已经是做了稀息的了 那福岛的核废水 稀息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呢 每升是一千五百倍克 日本饮用水国家安全标准是多少呢 六万倍克 就是说日本那些的废水 是稀息到日本饮用水的四十分之一 才是排放出海 那有很多盲目执着这件事情 就说 你稀息到四十分之一 你为什么不直接拿来喝呢 不去拿去灌溉 我会在农业那里 就是阿贤姐有份说 因为这个是咸水 大佬 那其实这篇文章也有个解答 有人可能会问 你既然稀息到可以给 你喝用水更安全 为什么你不喝呢 因为稀息用的是海水 那人就不能喝海水 鱼就没问题 那是不是解释得到呢 他怎样来帮那些废水做稀息呢 用海水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 就是美国驻日大使伊曼柳二 他怎样说 他就说 会在今个月三十一号访问福岛园 他就说 日本 将这个 核水排出海 就走了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他还说 这次去福岛的行程 就会去当地的餐厅品尝一下 捕获回来的鱼类 和参观海鲜市场 伊曼柳二大使还说 他要以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出对日本的支持 并且 就对于日本在排放问题上 的进程是表示信任的 他又欣赏日本的排放程序 认为是完全透明的 有科学根据的 并且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个可以斟酌 国际社会就不包括中国 不包括朝鲜 因为朝鲜就譴责日本排放 这个核处理水出海 就为之是反人类罪 这些就是上纲上线 韩国一样有很多人走出来 说关注这个 执政党也有 因为恶于民意的压力 其实韩国也有盲腸炎的 但是 我认为很显然 就是过于忧虑 不过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 不合听 不要紧 道不同不相为谋 喂 我喜欢去日本吃鱼生 你便可以去死 你认为会死 那你怕的 那你就不要吃 那是不是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就不需要咬 没有东西可以咬 我就是将在网络上 看到的科学数据 转达给大家 如果听完之后 都觉得是 不合理的 或者是 你不被说服的 不要紧 那你不要去 不要吃 是不是 我不会说走去劝你 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 我只是有一样东西 想不明白 如果说要对于日本的海产 鱼生 食品 是感到担忧的话 喂 那些核废水的穿含量 更高的那些地方 那为什么那些人 不去担心一下呢 如果这件事 是值得担心的话 那照计 有更多的地方 那些海产 那些食品 是值得那些人去担心的 那为什么不担心呢 我就不明白了 好了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